人体中真实存在的心神究竟是什么 它对人体有着怎样的巨大作用 我们该如何调养好它呢 敬请关注宅双镜解读皇帝内经第一部之 神奇的心神 人体中神奇的心神究竟是什么 包括我们的什么意识啊 我们的思维啊 我们的行为啊等等 为什么心神对我们人体很重要 得神者昌 失神者忙 如果人的心神出现了异常 会出现怎样的巨大麻烦 飞在高楼下行走啊 它就感觉什么呢 老害怕那种高楼上 有人往下扔东西砸着它 为什么说过喜也是一种病 拍照说一中了中了 一叫就跌倒了 不省人事 心神养生的关键是什么 养生之觉啊 重在哪啊 重在睡眠 以睡眠为心 我们常常用神志不清来形容 一个人病情的严重 那么人体中看不见摸不着的神 与我们的健康究竟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又该如何善待自己的心神呢 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 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养生时机 为您精彩解读 皇帝内经第一步之神奇的心神 在上一期当中呢 我谈到 心为君主之关 那么你想啊 既然是君主是皇帝 那么邪气要想侵犯心 容易不容易 就不容易了 因此在皇帝内经当中啊 说把我们藏府啊 他称为叫什么呢 叫十二藏府 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呢 一般来讲是指什么呀 心肝脾肺肾 胆胃 大肠小肠三胶膀 这是十一个 还缺一个 这一个是谁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心包 它是什么呢 它是新的一个附属器官 这个附属器官它有什么作用呢 皇帝内经当中称为 他为臣史之官 喜乐出言 也就是说 相当于皇帝身边的这个侍臣 干脆就称为太监 他把皇帝的喜怒哀乐 向外传达 当然了 它还有一个作用 也就是说 当外邪侵犯到新君的时候 新君受邪吗 不受邪 谁先受邪呢 这个心包来受邪 因为他保护着心脏嘛 所以就相当于皇帝周围的那个侍臣 当有外的人来刺杀皇帝的时候 可能这个太监也好啊 这个侍臣也好啊 可能首先先挡一把 因此这是十二三府的另一个器官 心包 我在这里说呢 是新的一个附属器官 那么上一集我们还谈到 心呢 之所以称为君主之官 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他心主神 那么心神都包含着什么内容 我上次提到呢 一个是我们人体的这种生命活动的现象 这是由心来所主 有这种生命活动现象 说明神是正常的 如果这种生命现象怎么样消失了 那可能怎么样呢 这人就死亡了 所以那已经称为叫得神者昌 失神者亡 那么除了我们正常的 我们这种生命活动现象 心神还有哪些东西呢 我也提到了 包括我们的什么意识啊 我们的思维啊 我们的行为啊 等等 今天我们就谈一谈这个话题 我简单称为叫做心神面面观 首先我们看心神里包括什么 第一个 人的思维 人的气质 在这里呢 我先是讲一个小的故事 在列子当中啊 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匾雀给人换信 说鲁国呀 公立和赵国的齐英 这么两个人呀 有病找到匾雀 匾雀给他们治完以后呢 两人病都好了 匾雀就跟他们俩说呀 说你们俩得这病啊 是外邪侵犯你们 所以我用药以后呢 把外邪给去除了 这病就好了 这病呢容易治 但是你们俩呀 还有一种病 这病不太好治 这病是胎里带出来的 原来就有的 什么呢 是鲁国的这个公义呀 他怎么样呢 他认为他的这个气质太弱 善于思考 而缺乏这种决断 换句话说 咱们说叫做什么呀 毛有余 而勇不足 光在这儿思考 下决定敢冲敢打 不行 而齐英呢 跟他整个好相反 齐英是什么呀 是比较专横武断 敢冲敢杀 但是 治毛不足 这方面差 也就是说 勇有余而治不足 那这俩人说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扁确就说呀 心呢 是主神呢 我把你们俩的心脏 和你们俩换一下 哎 就可以了 两人就同意了 于是啊 扁确就给他们俩服了药 让他们俩 弥死三天呀 然后怎么样呢 是抛胸 探心 抑制 就给化了 喝完以后呢 缝合好了 再敷上神药 过几天 两人就好了 醒了以后 都觉得有勇有毛了 不错了 两人就回家了 结果呢 是公义呢 回到了什么呀 齐英的家 而齐英回到了公义的家 妻子佛食 妻子和孩子不认识了 怎么样呢 宿主于公堂 到衙门去了 打官司了 开始 这俩人又把扁确给请过来 扁确素如油 素难以 这个官司裁判解决 这个故事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呀 实际上就说明一个 心是主我们神志 而这个神志里包含着什么 一方面包含着他的气质 性格 我们现在也说的叫人格吗 这些东西跟心有密切关系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这个思维的这么一种想法 要不然怎么能够他回他家 他回他家了呢 这是跟心都有密切关系 实际上在前些年 不是这几年的事啊 前些年 报纸上也曾记载过 登过这儿的消息 说呀 一个妇女啊 病了 怎么办呢 说他进行西藏衣食 把一个谁的心脏呢 把一个小伙子的西藏 移到了一个妇女的身上 小伙子是怎么没了的呢 是因为骑着摩托车 出车祸而亡的 结果这妇女啊 心脏移植好了以后 病就好了 性格发生改变了 本来啊 原来性格挺温和的 结果现在非常暴力 又抽烟又酗酒 于是乎 有人就发表文章了 说的呀 中医讲啊 说新主神 你看他把心脏给移植了以后 正说明了中医新主神 我先不说 这个报纸登的这个消息 是否是真实的 先不管 我在这里是要说明的是 这样一个问题 刚才我说 贬阙给人治病的这故事 这是出自在列子当中 本身就是个神话 但是他想要说明的是 古人认为 这个心呢 是主我们的神志 把这个实体心脏 实际上呢 怎么样呢 给虚化了 他所说的这个移植心脏 实际上代表了中医所谓的心 进行移植了 他毕竟是个神话嘛 是要表明这么一个意思 而现在我们所说的呢 真正这个实体心脏给移植了 导致了人的性格的改变 这一点呢 是不是就能说明中医的心主神明 我在这里只能这么说 是画着问号了 因为中医的心 跟我们实体的心 还是有差距的 还不完全是一回事 这里我要说明的是 心跟我们神有密切关系 这里的神呢 包含着我们的气质 性格 实际上还包含着我们的思维 我前一阶段呢 还接触了这么一个病人 这是一个大学生 编这种软件 而且呢 编的软件呢 确实还编的不错 结果在学校呢 还获奖了 自此他闻迷当中 他认为自己的潜质很大 然后呢 继续编一个软件 准备继续报一个奖 认为呀 在宿舍里呀 自己潜不下心了 这么着就在外面租了一个宾馆 租了一间房子 在里边进行这个工作 这几天基本上不出 买点方便面 就在屋里吃 进行他的工作 让他自述 说在这个房间里呀 他有灵感 别的地儿全没有灵感 屋子也不让 保洁人家来打扫 结果这屋里呀 弄得乌烟瘴气 乱七八糟 最后这服务员不干了 把保安给请过来了 保安要打扫这房子 他也不让 就跟人急了 跟人打架 最后保安也没办法了 保安就把警察给取来了 警察来了 现在警察人执法 都有执法仪呀 都给罩下来呀 结果他把人执法仪给抢了 让人摔了 警察一看 违法呀 这屋爷 给带到派出所去了 让学校再去领人 学校把他领出来以后 带到精神病院 一鉴定 说有夸大妄想 有一种妄想症 让他自书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个房间里呀 我在这儿 我就有灵感 我看哪都有灵感 别地 哪都不行 没有灵感 然后就采取了 就是出现了这么一系列的行为 这个你能说它是思维正常吗 不是 按中医来讲 这就属于心治疾病 那就属于 弹热 扰心 这么一种疾病 心本身就有病了 这是我今天要说的第一个方面 是心神包含着我们的气质 包含着我们的思维 第二个方面 这心神里跟谁有密切关系呢 跟我们的情治有密切关系 我们说喜怒忧思悲恐惊 都归谁管 归心所总统 那心主什么 不过另外的这个喜怒忧思奔孔宁 又分属到各个藏府 又跟各个藏府有密切关系 其中呢 心不仅是总统总管我们整个人身的情治 而且跟七情当中的具体一个情治 喜有密切相关 那么如果是正常的喜 这是好的吗 在人体来讲 如果我们有喜 有喜事 那么中医认为 尤其内经认为 喜则气何止的 我们的气血呢 可以流利的 正常的去运行 这是好的情治 为什么一个人大喜过度也会得病 得这种病的根源在哪里 有什么治疗良方吗 宅双庆解读皇帝内经第一部之 神奇的心神 生活中关于喜的成语有很多 比如欢天喜地 喜气洋洋 喜上眉梢 在人的众多情绪中 喜最受人的惊赖 不过皇帝内经认为 喜尽管是一种好的情绪 但是如果喜过了头 那就会出大问题 那么过喜会招来什么麻烦事 对付这种病 中医又有什么神奇的好办法呢 当然如果过喜 那会就出现问题了 所以内经又讲 叫做什么呢 喜则气缓 对于喜则气缓 中医有两种人生 一种认识 那就说缓是一种什么呀 是一种舒缓 气血流动是正常的 另一个认识 就是缓是一种什么呀 患散不收 患散不收 心气收不上来了吗 人的神智 人的思维也就异常了 看过汝林外食小说的人 恐怕都知道这么一个故事 这叫什么呀 犯金中诀 说犯金呀 是从二十岁开始 就开始考这个举人 考得上吗 考不上 考到五十四岁了 考了多少年了 这是 年年考 年年考不上 结果家里和邻居 真是受尽了白眼 大家谁都看不上 看不起的 结果在五十四岁这一年 人家中了 所以报喜的人来了 一念 他哪相信 他不相信 听完以后 那激动 拍着手 一中了 一叫就跌倒了 不省人事 结果他母亲又拿着水来喂他 撬开嘴巴 一会儿 他就醒过来了 醒过来以后又喊着 我中了 我中了 出门都跑了 外的是什么呀 外的是那种黄鸡汤子 水路啊 下过雨了吗 一跤半倒以后摔了 摔了以后再怎么样呢 起来再跑 全身全是脏兮兮的 让外人眼里一看 这人怎么样 疯了 这就属于什么呀 过喜 伤心 导致心气不收 心智 心神 涣散不收 思维 也就怎么样 产生 异常了 所以我们说在七情当中 喜确实是个好的情志 但是呢 又不能过喜 因为呀 这个强度太大以后啊 就会刺激的 当然了 我们有时候也说 在七情当中 喜怒忧思悲恐惊 真正的这种积极的情志 好的情志 恐怕就一个 就是一个喜嘛 喜对人体有好处 没有 肯定有好处 所以相声大师侯宝林 先生也提出来 当时有一个相声 说以后啊 把那个相声科呀 都开在哪啊 开在医院里的 专门建一个相声科 说天天给病人说段相声 让病人哈哈一笑 可能对疾病就有好处 笑一笑 笑一笑吗 那肯定是有好处的 因此我们说 我们怎么来养生方病 当中一个重要点 就是保持我们心态 要怎么样呢 要乐观向上 你天天都比较高兴了 你就洗了 你的气血就可以怎么样 和缓的舒畅的流动了 人体也就没有病 或者有病 也就会好一些了 这是说情质 跟我们心 有密切关系 所以 黄帝内经一再强调 说的叫做什么呀 仇忧恐惧 则伤心 仇忧恐惧 就是各种情质 伤害人体 过激 过激伤害人体 首先都是要伤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养生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情质养生 第三个方面 心神当中还包括什么 还包括我们的感知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内经当中 有这样的原本 什么叫心 所以任务者为之心 这里的任务 指的是什么呀 指的是接触事物 你接触事物 是不是感觉到这个事物了吗 能感觉到这个事物的 接触到这个事物的 就叫做什么呀 就叫做心 所以心神当中 包含有感知觉的这个成分 在里面 在临床上啊 见过这样的病人 有一个病人呢 五十多岁 痛苦异常 主素是一个什么主素呢 全身又疼又痒 说疼痒到什么程度呢 自己自述啊 说我那个衬衣啊 不敢正着穿 为什么呢 因为正着穿呀 这个布跟布 之间有那个接缝 这不是一接起来 给砸起来吗 它就有棱 这个棱啊 一挨着皮肤啊 又疼又痒 说这个腰里啊 就不能系裤腰带 他说进个裤腰带呀 让他表述啊 就好像没穿衣服 系根草绳子一样 就这么一个病人 多方求治 没有效果 最后怎么治的呢 这个病案实际上 是我跟随我老师 一块看的 当时我的老师 也就提出来了 说内经当中说了 所以任目者为之心 这种感知觉障碍 重新入手 而且在内经病基十九条 这是一个著名的啊 病基十九条当中 也提出来一个 叫做猪痛羊疮 结属于心 也就是说 有疼的病人 痒的病人 得疮痒的病人 都可以是从心火来治 最后采取的方法 什么方法 就是清新 凉血 活血 就用的这套方法 来去治疗了 收到的效果 还是很不错的 实际上 我说的这种感知觉 偏于一种什么呢 偏于一种形体上的 这种感知觉 我能接触到 所以我的感觉呢 又疼 又痒 另外还有一种感知觉 是什么呢 偏于一种心理上的 我们也见过这样的病人 有一位女教师 挺年轻 就三十岁 结婚不久 她就跟我们谈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就不敢在这个高楼下行走 她一在高楼下行走 她就感觉什么呢 老害怕那种高楼上 有人往下扔东西砸着她 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所以心里非常的焦虑 紧张 也导致什么呀 失眠 失眠也不好了 连带的月经也不太好了 精神也差了 给人家学生上课 恨不得都不能坚持工作了 这种感知觉异常 也归属于谁呢 也归属于心神异常 也是属于心神所主的范畴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这是第三个方面 中医认为心神虽然看不见摸不着 但他却是真实存在着的 一个人心神的好坏 对健康的影响巨大 那么除了意识思维 情智感知觉之外 心神还和我们人体的哪些方面关系密切呢 今天收看宅双庆解读皇帝内经之 神体的心神 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睡眠 实际上啊 谈到睡眠啊 这个话题可能就多了一点啊 这个睡眠是我们正常的一种生理过程 有人就说 说我能不能少睡点 你看看啊 这一天呀 总共我们就这几个小时 24个小时可能睡眠里 占去了我们七八个小时 有人提这么一问题 说能不能不睡眠 我都在工作 行不行 回答告诉你 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的过程 这个正常生理过程 你是不能去掉的 你去掉了人体 就不能生长壮老爷 人就活不下去了 当然了 这也是跟我们自然界 人类跟随自然界形成的这么一种规律 所以你看自然界它也有 白天呀 它怎么样呢 是阳气在那儿 阳是土冬的呀 所以人体白天是干嘛呀 要活动的 要思维的 要运动的 要工作的 而晚上呢 太阳落山了 天也黑了 古人认为的就属于阴呀 阴是主静的呀 所以呢 人体晚上就应该处于一种睡眠状态 也不再思考东西了 人也不再活动了 所以内经也把这个称为 叫做什么呀 白天是什么呢 是属于阳圣阴静 所以人应该什么 物 物就是醒嘛 而到晚上呢 夜里呢 是什么呀 是阳静 阴盛 阴又是主静的 所以人应该怎么样 免 人应该睡眠了 因此我们讲 这是一个正常的胜利过程 那么这种睡眠 由谁所主啊 内经认为 这个睡眠是由心神所主 实际上啊 在西医里边 这个睡眠属于人应的一个正常的生理的过程 它不属于这个心理这个疾病 或者神智疾病 它不属于这个范畴 而我们中医不一样 中医就把它归属在心神疾病 神智性疾病当中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心神主睡眠 如果是心神异常了 心神紊乱了 人可能就会产生失眠 失眠的病人是非常痛苦的 躺那是入睡 睡不了 翻来覆去 翻来覆去 睡不着觉 有人叫什么翻大领 然后有人用各种方法说数羊 听音乐 看小说 我告诉你 什么方法有的事都没用 还有一种呢 是睡一觉 洗来以后 一醒 再入睡 困难 再入睡睡不着了 刚开始能入睡 那么还有一种呢 是什么呀 晚上一直在说梦话 哎呀 没完没了的说 人同屋的人都睡不着 严重的是什么呀 从梦话演变成什么呀 梦游 睡着睡着就要出去溜达一圈又回来了 我见过最严重的是什么呢 睡着睡着起来要洗手 还说他这个卧室里的这个卫生间不能用 为什么呢 因为夫人还在睡觉 怕影响他 绕一圈绕到客厅里的卫生间 到客厅里的卫生间 哎 在洗手 灯开开了都没醒 水开开了都没醒 直到这个手伸到水管的底下一沾水 对着镜子 醒了 开始琢磨 我上这干嘛来了 洗手 我正在睡着觉呢 洗什么手啊 哦 在做梦 这都属于心神不敬 感知觉啊 不受神支配了 自己出来了 这就属于兵了 你再说这种失睡 失睡也是一样啊 有一天到晚睡不够 我见到的比较严重的什么 骑着骑着自行车 走着走着 掉沟里了 掉沟里了都没醒 还在沟里还在睡觉 我们也曾经置过一类这样的小伙子 是一司机 司机嘛 你该精神的时候就得精神嘛 哎 他不精神了 每天晚上睡的都挺多 结果一到早上起来 早晨九点左右开始 他就开始睡觉 结果出现车祸 造成骨折 人单位说的 你就不能开车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老睡觉 失睡 有一次呀 在这个门诊 其实呢 那个门诊呢 都该结束了 当然了还有俩病人 这个时候呢 来一个患者 这是一个中年的 一个四十岁左右的 一进来以后呢 不停的鞠躬 说大夫啊 你救救我吧 能不能过家一号救救我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好几年都没有入睡了 一直都处于不睡状态 说吃了很多安眠药 我也睡不着 其实家里人呀 在旁边论述啊 说他吃安眠药以后啊 能睡一小会儿 有的时候都能听见他打呼噜 但是病人自我感觉 说我就是没睡着 周围的事情 我都能感知的 我都知道 那心里是非常的痛苦 而且非常的紧张和焦虑 就这样的病人 这样病人呢 实际上呢 还是谁的问题呀 还是一个心神的问题 有的人常常会因为一些小事 大发脾气 这样的人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该如何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呢 翟松庆解读《皇帝内经》第一部之 调整情绪有窍门 心神对人体健康影响巨大 那么当一个人心神出了岔子 出现焦虑不安 睡眠障碍等种种问题之后 我们究竟该怎么办 中医在治疗心神疾病方面 都有什么良防妙药呢 请继续收看 《皇帝内经》第一部之 神奇的心神 说到这儿呢 我不得不提一下 中医有一个著名的方子 叫做焦太丸 其实啊 这个焦太丸呀 很简单 就是两枚药 一个黄莲 一个肉桂 就这么两枚药来组成 黄莲是干嘛的呢 黄莲是入心经的 是苦寒药 它可以降什么呢 可以降心火 而肉桂是干嘛呢 肉桂是入肾经的 它有属于心热的 它有温的作用 那么它用这个药是干嘛呢 那你就看啊 是一个是降心火 一个是什么呀 温肾水 一温肾水 这不是行啊 让肾水就往上走吗 一个往下 一个往上 所以终于又称为叫 水火祭祭 或者叫心肾相救 这张方子呢 是这个明代 韩谋 韩谋呢 有一个韩世一通 他也是受内经的这种思想 做祈祷啊 哎 出的这张方子 这张方子 实际上临床运用的是很多的 但是这里要注意呢 后人实际上 也有进一步发展的 心火是在上边 温水是在下边 二者需要怎么样呢 交通 二者交通的道路又是在哪呢 就是所谓的中交 因此在临床上 还有一种方法 说治疗失眠效果很不错的啊 我们在临床上 有时候也不是说经常的 说这人失眠 失眠完了 安神吧 那给你吃点治新的这个药吧 吃点降心火的药吧 吃点滋沉水的药 不全是这样 他要辩证论治了 这种辩证论治 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东西是在哪啊 就是在这个中交 新火要下来 渗水要上去 中间有一个道路 这个道路的关键点就是谁 就是中交 因此有的一家就称啊 叫做水火相交 匹为黄婆 这个婆实际上是媒婆的意思 因为一个姻一个羊嘛 原来人搞得像 那不是说男的跟女的 直接就是两人谈恋爱了 不是 他中间就有一个媒婆里做说和的 实际上古人就把这个中间这个东西啊 匹为啊 就当作那个说和的那个媒婆了 为什么称为匹为黄婆啊 因为那个匹为属于土啊 土色是什么色呀 土色是黄色呀 所以管他叫什么呀 匹为黄婆 这种东西 这个说法 实际上在内经当中 有没有提示 是有提示的 内经很明确的提出 叫做什么呀 为不和 则莫不安 这个为在这里 不单单是为啊 因为我们讲匹为是一家嘛 都在中交 匹是藏 为是福 二者是表里的是一个东西 实际上是 都对人体的水谷 运化代谢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说匹为不和 导致人的什么呀 失眠 而匹为不和 怎么导致失眠了 我在这里跟大家说 主要一个激励 就是心肾相交的道路被阻断了 你阻断了 他怎么能相交 相交不了了 所以把这个道路 匹为一调和 道路一打开 他就能够交合了吗 说怎么打开这个道路 内经当中又有一个名方 内经的方子总共有十三方 十三方当中有一个著名的名方 这叫做什么呀 半夏煮米汤 半夏就是一种什么呢 就是一个健脾造尸的这么一个药物 竹米有人称为什么呀 就是那种黄金米 两个作用起来以后 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健脾 合胃 开通道路 因为他有去谈 和这个造尸的作用 他可以把这道路打开 打开以后 新火就能够下来了 深水就能够上去了 这样病人就能好了 按内经一说他疗效 那是相当好的了 叫复杯计划 什么叫复杯计划呀 喝完了这个药 把杯子往那一扣 马上就能睡着了 所以睡眠跟我们心神关系确实密切 但是我在这里说这话呢 你也不是说失眠的病人呀 咱们就这个就吃点这个焦太拔就能好了 我吃点这半夏煮米汤就能好了 还不都是这样的 因为失眠的情况也是比较复杂的 还是要到医院去看看大夫 去考虑考虑 辩证论治怎么去治 因为中医当中还有对治疗失眠的 还有这种黄连蛾胶汤 实际上是底下阴水不足了 肾水不足了 应该是滋阴应该降火了 跟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就不太一样了 这个是什么呢 底下暖暖渗水 让心火下来 实际上有点引火归原的味道了 这样的又是有区别了 因此如果真有失眠 病人应该及时找大夫去治一治 实际上有人说失眠不是病 说你还是不困 你要困了怎么都能睡着了 但是呢 我们也讲 对于真失眠的病人 那是真痛苦 因为我们把睡眠又看作是人的精神的营养 因为大批病人也表明 如果长期失眠 人是非常焦虑的 非常紧张的 干什么事也干不下去 注意力也不能集中 身体也在逐渐的消瘦 身体的整体情况 也要差 所以对于这样的病人 还是要抓紧时间去治疗 清代有一个著名的剧作家 李渝 李渝先生也提过 说养生的最关键的是什么 他就提到 他说养生方法 养生之觉 重在哪 重在睡眠 以睡眠为先 说这个睡眠 你要睡得好吧 这是最好的养生的方法 我觉得这确实又是有道理 睡眠睡好了 小孩睡眠睡好了 你说我们的大脑发育就会好吧 所以你看小孩为什么睡觉睡那么多 就是发育大脑 包括我们长个 长骨骼 包括说对于我们的人体的这种抵抗力 可能大家都有这个经验 说感冒了感冒了多睡会儿觉 预防疾病 预防疾病 你休息好了多睡会儿觉 可能抵抗力就强了 尤其女孩 说你要想美容 最主要一条 睡眠冲突 睡眠不冲突 听天熬夜 再涂脂抹粉 也美容不起来 也没用 那么最后呢 我在这里简单提一事 有人说这个睡眠 说我吃点什么 其实最常用的呢 像这早人 这个大家都知道 其实不见得去吃什么早人安身夜 买点早人回家煮一煮呢 煮了以后呢 把渣子去掉 拿这个水呢 熬澳粥 可以称为叫做早人粥 哎 吃点这个 对于我们 养养我们的心神 补补我们的干血 对于安眠 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说到这儿呢 我把这个心神这几种 内容跟大家交代了一下 那么心神对于我们这么重要 心又为君主之官 对我们这么重要 我们怎么去养这个心呢 下一题目 养心 先养神 好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